张学宇 男23岁 山西人 南昌理工学院专科 市场营销专业 来看看这份简历 有一个我挺想问她的 就是她在优胜教育和环球教育是同时的 她两边离职时间都是18年的11月份 就是刚刚离职 她两个她是同时做两个岗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从优胜教育离职了过后 她的意向企业还是优胜教育 我觉得她就是做个真爱吧 我看到一个是出生日期是95年 然后她在优胜做校长是2017年 那也就是说我没有算错吧 22岁 22岁就已经做校长了 小学校的校长 这种教育机构的校长是很年轻的 不 也不太可能 因为你要管理那么多老师 而这些老师可能毕业 平均已经有这个78年的一天了 就比她大78岁 她来去管这些人 除非是奇才 其实她有写 是不是优胜教育有参股的呢 因为她上面写了说 一个人连续启动了三家新开校区 并且至今发展平稳 所以也有可能他们是有关联关系的呢 这个优胜教育厉害 也许她是优胜教育埋的卧底呢 给还学教育 没有可能 然后搞得几位股东的私人矛盾 发展受阻 后面写几位股东私人矛盾 导致他立即 你们这么说来 这个人是个嚼屎棍呢 卧底成功 说明这个优胜教育 培养人才很厉害 是 应该有可能是那种 加盟的学校 那行吧 这个人一百二十公斤 二十二百四斤 大胖子 真的假的 来 看看就知道了 来 掌声有请张学宇 一百二十斤 大家好 图一类老师好 还有现场的十五位企业家 还有观察团的老师 你们好 我叫张学宇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山西太原 在校园的时光里呢 我是一个从未离开过校园 但早已步入社会的青年 我高中的时候 做过线上与线下的鞋子生意 大学的时候 开了自己第一家披萨店 并且拿第一桶金 买了一辆雪佛兰创库 然后在离开校园的两年里呢 我加入了教育行业 从最基层的专员岗 做到了校区的校长 又从校长做到了区域经理 刚才我听到老板对我的质疑 所以我希望老板们 等会儿可以多问我一些问题 去考验我的能力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我先问问啊 一百二十斤 你连KGE和金都分不清楚 你还当校长呢 满糊了 我们刚才的第二个疑问 优胜教育和环球教育 你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你这是兼职吗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是在优胜的时候 我记得是我在五月份 在太原宾东校区当的校长 然后是十一月中旬 然后去的环球教育 对 十一月中旬 你环球是17年十月份去的呀 对啊 你这环球教育起的是2017年十月份 到2018年十一月份啊 这个的确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可能当时在填这个面试登记表的时候 没有认真对待 你多少年毕业的 我是17年拿到毕业证的 但是我16年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到优胜了 所以你一直是个粗心大意的人 可以这么认为 你粗心大意怎么还干得到校长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 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这个的确挺重要的 因为你身为一个校长 你管底下一个三个部门是吗 就是顾问或者是血管 或者是老师的每一个细节 你都得抓到 但是的话 我觉得当校长的话 他有三个前提 第一个呢 比较宏观一些 就是一个校区的领行能力 比如说我这个校区的话 我适合去做这个市场活动为主 还是适合做电话营销为主 还是我是一个成熟的校区 我适合以口碑为主 对 那你从优胜都出来了 隔了一年 你又要杀回去 啥意思 我从优胜在担任半年校长期间呢 我的业绩一直是太原区域的第一名 从未被超越过 这个我敢保证地去说 然后那会儿就已经感觉年少轻狂的不行了 我就正好 狂到了什么地步 狂到了我就觉得 都当了 其他校长都当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去改善一下呢 明明这个校区 它确实有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还按着这个校区 按着这个问题去做下去呢 其实我觉得很好改的 我继续问一下 年少轻狂 离开了优胜 那为什么去了环球呢 就是因为我每个月的业绩是十收第一嘛 我就想挑战一下 因为它这个 你为什么不创业呢 它这个就是创业型的公司 它是几个投资人 当地的几个投资人 他们出钱 然后他们去 开几个校区 然后的话 现在目前有五家校区 然后这五家校区 刚开我去的时候 都是空架子 就是说你是被挖过去的 不是 也不算是被挖过去的 那那家 也就是说在当地跟优胜竞争了 对吧 优胜它是在太原的校区偏多 但是这个创业型的公司 它打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它是在哪儿吗 它也是在太原 它是在林本 运城 然后在沈阳也有一家 那你在环球 你担任的是什么 区域经理 区域 一进去就是区域经理 是这样 我刚开始的时候 有股份吗 没有 我就是工资 工资 对 刚开始老板在跟我谈股份的时候 我是没有要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做 把这个五个校区做平稳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 这个价值观不是那么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 我既然选择到咱们公司 我放弃了优胜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我选择咱们公司 就肯定是要长稳地去发展 那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呢 你是说价值观不一样 对 因为是 每个月的时候 我带着我五个校长 然后还有主管员工们 去做业绩 做完业绩以后的话 这个相金流 因为它的卡 还有那些支付宝什么 绑的是老板的 每回他发工资的时候 老板就是 雪宇啊 你再带着五个校区做一做 每个校区也就十几万的工资 不难嘛 然后你做一下咱们就发了 每回15号发 到了月底才能全部发 所以你做不了主 对 是吧 那你就创业了 你怎么又要回优胜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创业 你看你原来在优胜做 然后去了他的竞争的企业 然后现在又再回来 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第一这个问题 我肯定也想了 而且每天晚上 我都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 它的确是不合适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有勇气 在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说明我的一个动力吧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一定要服务优胜呢 去别的教育机构也可以吗 不一定 我是这么讲的 就比如说是 我这回来求职的这个异乡的话 就是如果是我的老行业的话 就比如说储备的区域经理 然后如果是其他行业的话 我愿意从基层的这个管理港做起 你要求薪水 如果是老行业的话 就教育行业的话 不能低于八千 如果是其他行业的话 就是七千 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 来第一轮选择去 还有十两个